我們看這一體 這一體它說這個是一個等腰梯形 那這兩個平行 這個腳是90度 腳VAC是90度 然後這個腰長度是9 那底的話是15 它要求這個VD 我們知道這個等腰梯形 兩底相等 兩對角線相等 所以VD 會等於這個AC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AC等於多少 因為這是90度 那這90度的話 所以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們看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3乘3 這個是3乘5 所以這個是345 擴大3倍 所以AC等於多少 AC是等於3乘4 3乘4 所以是等於12 AC等於12 所以VD也是等於12 再來它還要求這個AD AD就上底 那上底怎麼求 我們給它做垂線 做垂線 好 那這一段就是AD 那這是15 那我只要把這一段求出來 然後15 剪掉這兩段 答案就出來了 那這個等於多少 首先我們看 這是一個直角 所以這是一個 直母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這個三角形 它的三邊比是3 比4比5 所以這個三角形 它三邊也是3比4比5 這假設是X 這假設是Y 也就是說X 比Y 比上9 是等於3比4比5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想得X 除以3 會等於Y 除以4 會等於9 除以5 好 所以我就想得X等於3 X是等於5分之27 這裡有兩個X 換兩個X 所以我就想得AD AD就是這個 AD就是這個 AD等於15 減掉2倍X X是5分之27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 5分之通分 這是75 減掉54 所以這個是5分之21 所以答案是5分之21 我們在123分之23 減掉 有一個ufen延遇 什麼 給我們 也是